大家好,我是阿昌 今次講一下如何批明國暗國 首先,牆身就是我之前批了頭浸的狀態 現在又翻灰,翻灰呢 你批童裝灰就直接拿就可以了,不用再吃 接下來我要批的範圍就是這裡 這個就絕對是考牌位 總之你批這隻角,不任你批多久 只要你從這隻角走出來,你就已經是一個師傅 有些師傅基本上一批到這些位置,摸來摸去都走不出來 首先第一件事,先剷一下屁股 你看到我這幅牆,我批完頭浸也是 剷掉了骨子,有很多洞 什麼問題都有 大批頭浸不重要 我個人覺得,頭浸只不過是用來幫我打底 放一放些要放灰的地方 還有有一層灰黏在底,大層灰會比較黏 首先要處理這個陰角的位置 有兩個方法,一個就是 就是這樣放一批灰在這裡 然後這樣直行一刀 然後再這樣收回它 但是這個方法呢 基本上你要 現在我這個程度還不可以用這個方法 因為還是太凹凸了 讀一下這個 我就在這個高度 也是用白駕灰前打橫抽出來 而這個也是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這樣直行一刀 我們有一個動作 我們叫浮浮地手 什麼是浮浮地手呢? 就是灰前 跟這幅牆是沒有直接接觸的 你基本上自己定住 這樣走 你走一個新的平面出來 這個是一個 很考你技術的東西 所以你也是這樣 不停地用灰前自己的側面 去抽出來 這就是最簡單的了 同樣的下面也是 最重要是掃乾這層 因為你把這層黏在灰前上 你就 用來攪拌 然後放這隻 又隨便批發 就是這樣夾著 直接拌一層 就是 那些擦得不完的角 就可以這樣做 如果正常一隻 撞到困難的角 就是這樣 放下灰在這裡 然後這隻角 又放下灰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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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批灰角就比較簡單 但當你沒有批灰角的時候 你就要這樣自己批開角 對,然後就批成這樣 不要理會,上面再批吧 下面這樣,批成這樣 這樣的話,等到過多針的時候 你輕輕地批一下屎,再撿一針薄灰 直覺就能見到人了 對了,這盤灰,就忘記拆麥 這條毛線,現在錄一把聲下去 剛才批完下面那一點 現在批在上面 首先要先把灰屎 然後先把槍邊拿出來 因為槍邊的位置是凸凸出來的 所以你這樣橫批,順著它 因為如果我這個槍邊位 打直批,就要批得很厚 對,然後同樣在上面押著角 然後同樣在上面押著角 有些屎又挑一挑走它 這陣我們叫半收半房 這個槍邊的位置也是 第二陣灰 我現在在說我剛才所說的 它那裡是糊地 所以這樣橫押 抽一抽,剩下順 就是這樣批 這個就是我說 求他批角方法 靠自己的手頂住來 批角出來 然後把槍邊放進去 跟著上面那裡有個小洞 因為那裡也凹得很厚 所以這陣子也是隨便放下 把槍邊放在那裡給它 先把槍邊放進去 然後收回順一點點去 跟著就批在上面 其實如果你不熟手 你應該可以等下面那裡乾了 然後夾日再批它 就好些的 但你這樣一次過批 你就要遷就住了 不要讓你把灰池放進去的時候 就按到下面那裡的灰池都凹了 你這樣也是這樣 用灰池抽出來 大面積就不高難度 通常永遠 一蹲在這些角度 這些角度 就有一段時間去弄了 就出來 讓它批這個型出來 然後差一點點 等過滑面的時候 過滑就行了 對 這裡就是剛才的另一邊 你看到左手邊深色的那些 就是我剛剛批了一點點的直灰 這裡主要是說一下 怎樣批這個音角位 首先 這個就是我說打直 擺一塊灰的方法 對 這樣擺一塊灰在那裡 你的手是很輕的 這樣 要一直按批灰下去 你就盡量就不要那個灰池 因為你的灰池角 有時候你刮到旁邊的牆 就會搞到它震一下震一下 你要盡量避免這個情況 就自己 扶到你的手順著它 對 然後按好那隻角 就批回闊它 這個就把灰池盡量接近一隻角 來收回那些灰去的 另一面也是 用灰池頭拿一點點灰 直批 放下灰在那裡 然後 就會同樣 就盡量不要灰到旁邊 然後你擠了一點灰在旁邊 就可以兩邊這樣收回 收回那隻角 同樣收好 然後一批灰拖回闊一點的位置 就可以批大幅那邊 可以 還有這些就是心機的東西 說難不難 說要不容易 好了 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